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Autocall 一模性开给那些 foreign buyer 通常是出口啦 出口的情况之下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 OK 在Autocall里面出口的 foreign buyer其实是很简单 很简单 所以你必须要填上一个Tax Entity Tax Entity 然后 这个Tax Entity里面 他是 可以 只要你的那个 Country 你不是在马来西亚 只要你的Country不是在马来西亚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 这样他其实这边他的T Number 就是可以 不需要填写的 很多Field都不需要填写的你会发觉啦 OK 只要这个T Number 是空掉L 你可以填 可以不要填 你填的话你可以放Shortcut OK 如果是ABC Supplier 你可以放ABC Supplier啦 你自己选择 不要填也是可以的 So 我们试看看 放一个 可能这个是USD的 Customer 随便放一个电话码 随便放一个Email 随便放一个地址 随便放一个地址 OK So State 随便放一个State Postcode 随便放一个Postcode 反正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Country Country 只要你放故事马来西亚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Export的情况 我们的系统就自动知道它是一个外国的公司 在这里你看它的T Number 它就因为我没有放到任何东西 所以它就只是放一个 建议单单的一个名字 去取代那个Tin Entity OK So填好过后我们去这个Sales Invoice So去开一个Invoice On这个Foreign Buyer So你会看到这个T Number 虽然是我空掉 但是它会有一个名称 So简单让我们去认识 跟本地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卖给 国外 的公司 它是 一个Standard E-voice来的 一个Standard E-voice 但是 这个国外公司它是不会 Send Notification 去它的My E-voice Portal 同一时间它也不会Cancel 因为它没有Lock in 进去 它的My E-voice Portal 在这里讲解一下 好有可能这个国外公司在马来西亚有给Tax 有开一间公司 这样 那个就不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T Number 的 有T Number 的那个是Locker的 Locker Standard Invoice 如果没有 那个T Number 的完全 就是这个Foreign Customer 了的 在这种情况也是Standard Invoice OK 我们Submit 过后 等它Approve So 过后你可以print 出来 OK print 出来 OK OK After Validic 过后你可以preview看一下那个Format 这个是那个Standard Invoice For Oversea Customer 的Format Data 我们Send 去给 LHTN 的时候 必须要提供 这个Currency的 Rate 这个Currency code跟Currency rate 必须要提供给 那个 LHTN 这个你要填对 before you get a proof 这个 Oversea bill的 Evoice 如果你要填 填写一些 很重要的资料 你可以 通过 这个Format Tab OK Use这个 Tab 如果你要填写一些 出口的那些 号码 包括那些 Custom Format 虽然不是 Compalsary 的一个Field 如果你真的是要填 那么你就 就记得 开这个Column出来 这个Column 通常我们是 Hit了 你要叫你的 那个 Software Engine AutoCount的你呢 帮你去 拉出来 方便你 听那些 有动到的information So整个 Evoice 给 国外的客户 基本上就是那么 简单 So如果你还有 Event 欢迎你 留言给我们 谢谢大家